1985 的陈情申诉案件 你们长官都做了什么处置 对于陈情申诉案件 你们重视了吗 直接吵吵结案 还是就是派个监察官 到单位去记名调查一下 回去结案就好 记名到底谁敢把实话说出来 用一下头脑好不好 难道他们不害怕秋后算账吗 我想申诉人会第一个遭殃 肯定调查后就会被另眼看待 然后就被弄了 这种事一直在发生 而被申诉人靠着官阶 年资背景 或是长官息事宁人的态度 大部分最后都会没事 所以查案的方面 真的要好好检讨改进 那申诉人使用正常管道 无法解决心理的问题 除了心灰意冷以外 他就只能到靠北长官 去抒发心情了 没想到一投稿 长官反而重视了这个事件 并做出了处置 那到底是正常管道有用 还是非正常管道有用 如果申诉有用 谁会想要到靠北长官去投稿 判断